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的19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 全面汇聚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省政协主席江泽林出席会议 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吴敬平通报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介绍明年经济工作初步安排意见 民革省委会主委郭乃硕 民盟省委会主委杨安帝 民建省委会主委贾晓东 民进省委会主委薛康 农工党省委会主委秦海涛 九三学社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孙立中 台盟省委会主委孔令志 省工商联主席李维斗 无党派人士代表孙光之先后发言 完全赞同中共吉林省委 对当前全省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 和明年经济工作的谋划考虑 并围绕汽车关键核心零部件供应 现代旅游业发展 国企混改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科技自立自强 生态强盛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方面 提出意见建议 景俊海认真听取大家发言 要求有关方面认真梳理 充分吸纳 抓好落实 景俊海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具有极强的政治性 战略性 指导性 为我们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省统一战线 要把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重大任务 切实提高做好经济工作的 规律性认识 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 总体要求和政策取向 正确认识和把握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 宁心俱力 推动全省经济 行稳支援 社会安定和谐 景俊还指出 明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 我省将召开第十二次党代会 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意义重大 必须坚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充分认清经济发展形势 研究谋划好明年经济工作 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风轻气正的政治环境 景俊还强调 加快新时代吉林 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需要动员最广泛力量 希望大家心系振兴大举 强化使命担当 为吉林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多做贡献 一要助劳 共同团结奋斗 思想 政治基础 始终把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作为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不忘合作出心 继续携手前进 二要紧紧围绕事关吉林振兴 发展的重大问题 多见睿智之眼 多现务实之策 三要主动服务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距离推进六新产业发展 和四新设施建设 深度参与推动五个合作 努力在吉林振兴发展中 大展身手 尽显所能 四要持续加强 民主党派自身建设 把引进培养优秀人才 作为重要任务 确保统一战线 和多党合作优良传统 代代相传 中共吉林省委 将进一步完善 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 积极为大家参政议政 履行职能 创造良好条件 高广斌 胡家福 李月参加会议 今天 省委书记景俊海 到省信访局调研 并带头落实领导干部 接访下访责任制度 现场接待来访群众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 认真落实党的 19届六中全会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按照省委 11届十次全会部署要求 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景俊海首先与省职有关部门 地方党委政府负责同志 一同接待了三位来访群众 耐心倾听群众诉求 认真了解信访事项问题成因 和来龙去脉 现场研究解决办法 责承有关方面 紧盯不放 抓好工作落实 依法依规 合情合理 解决好群众反应的问题 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 三位来访群众对问题得到及时答复 感到非常满意 由衷感谢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帮助 调研中 景俊海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全省信访工作汇报 他讲调 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 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 在了解民情 维护民力 化解民怨 凝聚民心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医药坚决有力 化解信访矛盾突出问题 坚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 作为检验信访工作的第一标准 善于站在群众立场 处理问题 解决问题 精准把握标准要求和政策底线 着力抓好动态管理和跟踪督查 综合运用法律 政策 经济 行政等多种手段 和教育 调解疏导等多种方法 有效化解各类信访问题 和信访机案 切实满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 而要坚决有力 维护社会大局 和谐稳定 坚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 扎实开展 五位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动员广大党员干部 更多深入基层一线 和广大群众中间 真切了解群众想什么 判什么 要求什么 反对什么 千方百计 为群众排忧解难 坚持把源头化解 作为信访工作着力点 不断发展新时代 风桥经验 完善多元化解 信访矛盾机制 加强风险研判 强化源头治理 切实将矛盾风险隐患 发现在早 防范在先 处置在小 防止小问题 脱成大问题 避免一般性问题 演变成信访突出问题 三要坚决有力 扛起信访工作 政治责任 进一步 细化属地责任 部门责任 领导责任 严格落实 五级书记抓信访 保稳定责任体系 和党政领导 双包保等机制 充分发挥 信访联席会议机制作用 着力打造 横向联动 上下贯通的督查体系 以五化工作法 狠抓落实 确保群众反应的问题 事事有着落 渐渐有回音 各个见成效 各级党委政府 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 关心关爱信访干部 为信访部门开展工作 创造良好条件 高广斌 胡家福 王子莲 参加调研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一起 在长春会见 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 董事长兼CEO张传卫一行 景俊海韩俊 对张传卫一行到来表示欢迎 景俊海指出 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 作为国内领先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新能源企业集团 长期与吉林 保持着紧密合作关系 一批重大合作项目 取得了积极进展 当前 吉林正在深入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指示要求 全面实施一主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 加快生态强省建设 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推进实施 路上风光三峡等重大项目 逐力打造新能源全产业链 希望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 进一步扩大在籍合作 深耕吉林市场 深入开展新能源领域协同创新 不断优化投资布局 加快建设合作项目 促进新能源就地就近销纳 延伸产业链条 形成完整产业生态 助力吉林培育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张传位表示 一定加大技术资金等投入力度 引入生产设备 打造制氢 储氢 运氢 加氢 全产业链条 更好融入吉林农业工业体系 塑造能源竞争优势 有效促进技术高端化 应用场景化 产业生态化 胡家福 李伟 安贵武参加会见 12月14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 到省政协 与省政协委员 及省级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负责人 深入讨论交流 工商粮食增产 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大计 省政协主席江泽林主持会议 讨论交流中 聚焦粮食增产 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 赵红宇 徐群丽 赵明 王波 梁东梅 李启云 孔令志 邹联合 彭飞 吴兴红 等十位代表畅所欲言 围绕数字乡村农业现代化 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三农金融等领域 踊跃建策 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韩骏认真听取了 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边听边计逐一回应 他说 大家立足自身优势 以对吉林振兴发展高度负责的态度 通过大量调查研究 提出了很多有价值 有分量 有见地的意见建议 充分发挥了智囊团和人才库作用 政府有关部门 要认真梳理 充分吸纳 把问题研究透 把政策运用好 把工作落到位 积极推动意见建议落地 韩骏指出 吉林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因因嘱托 扛稳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确保农业文产增产 一要以粮田促增产 深入挖掘耕地资源潜力 推进大水网等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严检地治理等工程 建设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 持续开展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总结推广林树模式 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 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 谋划实施千亿斤粮工程 李正用十年左右时间 粮食总产攀上一千亿斤水平 二要以粮种促增产 加强科研育种制种基地建设 抓好品种选育自主创新 深入推进科企联合公关 培育重大突破性新品种 优先支持 预反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做大做强 全面提升种业整体实力 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三要以粮基促增产 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创建 提升高端智能安全农机装备 研发生产能力 四要以粮法促增产 鼓励农业科技研发合作 开展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模式 进一步促进粮食生产提制增效 探索多种形式粮食仓储服务模式 缓解种粮大户和农民合作社 储粮难问题 逐步消除地趴粮 韩骏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一要推进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 实施合作社质量提升行动 家庭农场培育计划 推广土地托管 土地入股等模式 二要加快提升农业全产业链水平 坚持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 推进玉米水稻 杂粮杂豆 生猪 肉牛肉羊等十大产业集群建设 构建及生产 加工销售 研发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实施揭杆变肉 几千万头肉牛工程 打造吉林农业新优势 三要强化现代要素保障 推广集农金服等数字普惠金融模式 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多元化金融支持 落实人才政策2.0版和乡村人才振兴政策 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训 让更多的土专家田秀才 相创客脱颖而出 四要加快发展智慧农业 高标准建设农业卫星数据云平台 数字农业云平台 加大吉农码推广应用 建设数字农业 以信息化 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 韩复春 薛康 李龙熙 李景浩 赵小军 蓝红良 李维斗 郭乃硕 安贵武 郭树峰 参加会议 为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我省探达峰探中和工作 近日我省制定出台 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探达峰探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分为总体要求 主要目标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调整能源结构 加快推进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提升城乡建设绿色低碳发展质量 加快绿色低碳科技研发 持续巩固提升碳汇能力 提高对外合作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完善政策保障机制 强化组织实施等11个部分 33条具体部署要求 近日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1在京发布 报告显示 2021年我省区域创新能力排名 在全国上升9位 上升幅度全国最大 位列东北第一 亮眼数据得益于吉林省全面实施 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在新字上做文章打造协同创新体系 等一系列重要举措 报告课题组成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泰山 对吉林省数据指标的相关解读内容为 吉林省区域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主要是与技术引进 企业技术改造投入力度大有关 上述总量指标的大幅跃升 进一步使得对应效率指标 潜力指标均明显增长 进而提升相关指标排名 在东北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前不久 吉林省重点打造的 中国吉林国家碳纤维产业园 首个启动项目 吉林化鲜年产1.5万吨 碳纤维项目生产线正式生产 这个产品就是我们刚刚生产出来的 25KT700G的碳丝 25K就是这束丝是25000根 25K的T700G的水平 要求这个显微 一是做出以后 整个丝腹要平整 而且宽展要均匀 T700G是碳纤维行业内 公认的较高规格标准 国内也能够达到这一标准的 碳纤维生产企业寥寥无几 尤其是25K以上大丝数碳纤维 要想达到这一标准 更是难上加难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吉林化鲜集团 依托碳纤维原丝发明专利技术 以及从原丝碳丝 到负财完整的碳纤维产业链支撑 从基础原理出发 开展颠覆式创新 全面优化原丝碳丝生产工艺 先后投入24.4亿元 引进国内先进的碳化生产装备 实现了碳纤维质量的全面提升 经测试 12S25K产品强度 已经达到4.9兆帕以上 实现了从T400级 到T700级水平的跃升 从基础数据看 吉林省在知识创造 知识获取 企业创新等方面的部分指标 大幅增长 其中 政府研发投入增长65%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国内技术成交金额 是上一年的4.2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国外技术引进金额增长 超过100多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增长 超过14倍 此外 新兴产业的发展 也起到了重要拉动作用 在航天信息产业园 长光卫星公司的研发团队 正在研发新型卫星 就在前不久 吉林一号高分02F卫星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升空 目前吉林一号卫星载轨运行数量 已达到31颗 可实现全球任意地区 每天重访10到12次 近年来 长光卫星公司 经过不断创新投入 技术进步 加速了卫星的批量化制造 企业迅速壮大 成为东北地区 唯一的一家独角兽企业 仅2020年 企业就实现融资 24.64亿元 就是你的创新力强弱 创新力强的企业 社会资本 它很灵敏的 马上就已经上来了 近年来 吉林省围绕 高端装备制造 医药健康 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 现代服务业等方面 大力支持科研单位和企业 搭建事业发展平台 联合开展核心关键技术公关 组建技术开发应用联盟 打造协同创新生态体系 构筑科技研发 创新高地 在利好政策和发展环境 双轮驱动下 科技型企业数量质量 稳步提升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 达到2705户 科技小巨人企业 达到1049户 省市场监管厅 依托已有的吉林省企业 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开通企业政策直达平台 做到政策发布 政策解读 政策推送等环节的 全链条闭环管理 解决会企政策 落实办理等问题 促进全省经济社会 平稳健康发展 长春市民盛双城 经营这一家建材商店 随着经营规模扩大 他想把自己的店铺 由个体工商户 转变为企业 但是对相关政策不够了解 也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找到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后 相关工作人员 向他详细介绍了 企业政策直达平台 经过了解 盛双城进入平台 几步操作后 就实现了各转企的目的 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 各转企的话 所有的营业资料需要一个变更 在这个上面只要是按照步骤 它就是散步 提交 然后把你新企业的名称输进去 之后点完成就完事了 然后就等着发营业资料了 企业政策直达平台 涵盖了所有政府部门出台的 会企政策 只要登陆一个网站 就能获取到所有的政策 平台还将每一条政策 进行精准拆分 政策的要点 内容 办理方式 办理条件 办理实现 提交材料都做到一目了然 同时平台还运用大数据手段 在政策和企业之间建立标签库 只要企业登陆该平台 就可以直接获取到所需的政策 做到智能化的精准推送 提高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的 完善这个平台 我们把每一条政策 都进行了精准的拆分 做了一个详细的政策指南 一站式的获取政策 让企业好找 智能化的精准推送 让政策能够指打企业 做到一个互动式点评政策 这样的话可以加强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 进一步提高政策的精准性 和匹配度 12月14号晚 第16届中国长春电影节 相约电影摇篮 相聚冰雪长春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在长春冰雪新天地启动 活动中 吉林省东北风歌舞团 及多个群众艺术团体 文化志愿者团队 为观众表演了大型舞蹈 关东冰雪情 红色电影歌曲串烧 情景舞蹈冰雪奇缘 和民族歌舞等精彩节目 欢歌热舞点燃了 全场观众的激情 据了解第16届 中国长春电影节期间 将推出群众文化系列活动 四大类30项208场 通过营造浓厚的电影文化 冰雪文化氛围 展示新中国电影摇篮 独特魅力 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自豪感 获得感和幸福感 12月15号 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旅厅等多部门 主办的第八届 吉林省农民文化节 精品文艺节目展演 在敦化大剧院举行 整场展演 整场展演分为 助力乡村振兴 共唱家乡美 放歌新时代三个篇章 歌舞 盛世欢谷 男生独唱 幸福满山坡 舞蹈 诗朗诵 广场舞串烧 等节目精彩亮相 着力展示近年来 吉林公共文化建设 取得的丰硕成果 充分展现新时代 吉林农民 奋发昂扬的精神锋芒 下一步结合 我们村的实际情况 以丰收节 消息宴等宣传手段 以文化振兴 为乡村振兴 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近日 省委宣传部 省卫生健康委 省乡村振兴局 省中医药管理局 联合开展了 吉林省最美乡村医生 评选活动 经基层推荐 市州审核 联合评选 公示等工作程序 决定授予刘洁等 80名乡村医生 吉林省首届 最美乡村医生称号 通过此次活动 更好发挥 先进典型示范作用 进一步加强 基层卫生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培养锻炼一支 政治过硬 业务精湛 作风优良的 基层卫生队伍 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我省农村 卫生事业快速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以最美乡村医生 典型示剂为导向 广泛开展宣传活动 在全社会 营造学习传送 先进典型的浓厚氛围 推动形成 基层医疗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 立足本职 立足基层 爱岗敬业 刻苦钻研的良好局面 为健康吉林建设 贡献智慧和力量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12月14号 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 12月14号 零时至24时 全省新增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一例 为长春市报告 该人员12月7号 从韩国首尔机场 乘坐OZ303航班 抵达长春龙家机场 入境后 即落实海关检疫 核酸检测 点对点转运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等 闭环管理措施 无省内自行活动轨迹 12月14号 长春市检测 其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经专家组会诊 诊断为确诊病例清醒 该人员已由集中隔离点 转送至定点医疗机构 隔离诊治 其同航班人员 均处于入境后的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 均无省内自行活动轨迹 通话冰雪产业示范新城 是吉林省东南部 规模较大的冰雪产业示范项目 眼下这里银庄素果 美景如画 充满冰雪活力与运动气息 节目的最后 一起去领略那里 独特的雪韵之美 通话冰雪产业示范新城的前身 是新中国第一个 专业滑雪比赛场地 金厂滑雪场 而今 新城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 配置了旅游服务中心 滑冰馆 滑雪博物馆 跳台滑雪训练中心 涉及运动管理中心 和越野滑雪训练基地等 冰雪运动设施 这些现代化设施 与60多年的厚重历史交融 汇聚出独特的冰雪文化韵味 目前 项目一期工程已尽为生 雪道 缆车 滑雪装备等设施 均已齐备 将于本月中旬投入使用 今天节目到这里 就全部结束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可以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 微博 微信和即时通客户端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